今天重点是把一些窍诀和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就是强调 大家不要只知道有这个法 那么我们佛法中很重视十相般若 什么叫十相般若 就是你一定要有正量 也就是你知道吗 你知道做得出来吗 做不出来就是没有正量 那你多知就变成一种障碍 知见利知是为无明白 今天到了末法时期 很多佛游子 什么叫佛游子 满嘴是佛 很会讲经很会说法 但是实际上没有关照般若 没有十相般若 那么误导大众进入了一种嘴皮子道 就是大家只是知道 知道有这个 知道很好 那你坐一下 不会 那我讲给你听 只是这样的 让你去知道这个法的出生 知道这个法很了不得 那么这个就变成了什么 这个没有正量 那让大众误以为这样做 就是释迦牟尼让我们一辈子这样做的事 就是耽误了自己的下满人身 这个释迦牟尼说人身难得 在我们密法中 无论是佛密的藏密还是东密 什么叫密 它显得一个主要区别 就在于密法 一定要有正量 一定要做成功 也就是说你修什么法 最后都是修成功了 特别是大家从这个事业部 到行部 到瑜伽部 咱现在教的本尊法 这是第三深入的精脏 深波尔婆罗密多 是第三步的 是本尊 叫本尊相应 也就是你修观念 四壁观念 你必须成为四壁观念 不是只是知道 有这么个四壁观念法 知道有这么一个师父 叫四壁观念 很厉害 多知无益 刚才讲 楞严经理讲得很清楚 我们为什么产生无明 无明就是知的太多了 见的太多了 这叫知见立知 变成了无明的缘起 无明的根本 知见立知视为无明本 大家一定要知道 此生不要好知 要好恋 恋的不是嘴皮子 练的是正功夫 这一点我们在开篇一定要提出来 也就是大家要从文字不热 这个讲经说法 我们要闻听师父们的讲经说法 这是必须的 要闻思修 否则我们不会思考 我们也不会修炼 但是你只停留在文法这个层次上 多知 那么这个就耽搁了此生 所以我们要经过文了以后要撕 撕了以后要修 修是包括修和练 这两个层次的 实际上 每个人坐在我这个位置上 包括你们 上了讲台给你个话筒 我相信你内心的黑暗的东西 一定不会在话筒里听到 只要你上了讲台 只要你拿了话筒 绝对都说的甜言蜜语 都是我们说听起来正儿八经的话 但是为什么你们在下面 在行为上 在起心动念 在身口意的表演上 在整个大法会期间 特别是在大法要传承的期间 每个人的表现不是那么优秀 也就是说喜心动念 有的人很邪恶 那么有的人那个嘴管不住 口舞遮懒 烂说是非 那么这个是口上面造的业 行为上也是偷懒耍滑 所以为什么大家站在讲台上 都很牛 很会吹 到了讲桌上一坐 话筒一拿 这什么什么什么 都会讲 但是做起来不如意呢 这是一个主要原因是什么 就是在恋上面 大家出了问题